羅家聰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《一名驚人》 標題為 美債違約不一定將於其中那樣具有衝擊力 本週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一定是美國政府可能出現的債務違約 在大多數圈子裡 這件事件的發酵 好像是我們從未遇到的情況 但是這個可能不是真的 根據金融評論的Terry Siffney和Richard Marcus的報導 持有1979年4月26日到期的國富券個人投資者 被告知美國財政部不能夠到期還本付息 財政部亦遲遲沒有屬回1979年5月3日和5月10日到期的國富責券 財政部將這一言不歸咎於小投資者前所未有的購買糧 歸咎於國會未能在1979年4月就債務上限立法並即時採取行動 以及用於編制支票時間表的文字處理設備出現了 醫療之外的故障 大家可以看到這種技術性違約或實際上是技術性延遲 和現在遇到的情況相當相似 在這兩種情況下如果有違約的話既不是故意 也不是根本上沒有支付能力所造成的違約 結果會是怎樣呢?首先要看看國債的收益率 富途顯示了1979年技術性違約前後三個月兩年期 十年期國債收益率 由於違約的是票據最長為一年受影響的應該是三個月的國債 我們將兩個最活躍的國債兩年期和十年期國債 也一起進行了比較 只有三個月的國債收益率飆升了約50個基點 而兩年期和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在CPI和比通脹率超過10%的背景下保持穩定增長 請注意歷史上經濟發生衰退時收益率出現的倒掛非常相似 在大約三個季度內經濟衰退就會隨之而來 這個與希臘2012年春季的違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希臘的兩年期主權債券收益率在2010年時飆升至兩位數 在2011年秋季時達到了三位數 在這種情況下 希臘無力償還 而美國則缺乏流動性 市場會以不同的方式對待這些情況 只要國債收益率曲線保持整體受控 多米諾骨牌效應就可以避免 在過去兩個季度內 兩年期和較早期限的國債收益率一直在下降 至於三個月國債收益率也一直僅僅跟隨政策利率 處於5.25%左右的水平 這個當然不是債務危機出現的狀況 債券市場充滿了聰明人和聰明錢 在違約發生之前 收益率急劇飆升的情況一般是不可能發生的 早期的賣出在理論上總是有意義的 特別是當關於違約的消息已經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由於預計技術性違約的概率不可忽視 收益率曲線的平靜可能證實了1979年的情形 即就算發生了違約 市場也可能沒有任何大的反應 這樣的情況似乎很有可能 在這個大債務的時代 違約不再等於末日 希臘確實違約了 債務削減了四分之三 但這件事的十年後歐元仍在 債券交易員可能被證明是正確的 本文編譯至 U.S. Default May Not Be As Shocking As Expected 袁文康在英文《大紀元》